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后过关可以省四分一时间 英国调查报告说 情报机关错失制止 2017年曼洁斯特恐袭的时机 各位早晨 阿黄仙河 战沙咀海员俱乐部重建地盘 深夜发生大火 到凌晨1点46分升为四级 火热充斥附近一带 多栋大厦受到波及 消防派人去到附近大厦皆被防止火势蔓延 火径在8点30分大致被构息 由中间渡望上去 整栋兴建中的大厦 几乎由底至顶都有火光 大量火热和焚烧中的杂物 由高处跌到到街上 消防渡场升起雲梯尝试灌构 但是因为风势影响了射水 外场的棚架和网等等都被烧毁 不断跌下来 附近多栋大厦都受到波及 包括就在隔离的国际电讯大厦 不少人要疏散 起火的地盘附近酒店林立 有旅客说担心所住的地方受到波及 所以才疏散到户外 我们看到这么危险 怕旁边都会弄到爆炸 所以最好先下来 听到砰砰声就快点下来 是怕有gas explosion 在那个看书的时候 看到有那个火花飘过来 而且底下声音非常大 然后有点被吓到了 我们把电脑都带着 对对对对 对我们把所有那个证件和电脑先带着 然后我还没有换好衣服就下来了 因为怕是楼顶 我在的时候我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看到好多警车 之前没有风的时候就没这么严重 现在有了风一吹 怕它把周围几栋全部烧起来 觉得它一会儿可能会倒塌 尖沙咀凌晨吹东风 小烟雾随风飘散到汉口道 和九龙公园径一带 夹杂着不少的灰准 在街上逗留对眼都会觉得不舒服 火光在对岸的港岛都可以清楚见到 消防是在夜晚11点11分接报 说海员区乐部从建地盘起火 二十几分钟之后将火升为三级 到1点46分再升为四级 消防呼吁市民 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意味影响 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 无线烈士记者杰绝文部导 五来军瑞现在在尖沙咀火警现场附近 地盘大火已经构式了 现场的情况是怎样 各位早晨 经历了大概九个小时后 火警已经构式了 那我们就看上面 现场其实都是几大风的 刚刚提到遥遥欲罪的棚架和怀疑的吊船 相信是未来其中的工作是要固定它们 而部份的消防车已经陆续洗走 火警范围楼下的位置仍然是围封住的 见到现场聚集了大批市民在围观 有部份人是说想上班 他工作的地点就是今次着火的大厦 但暂时还未知道何时会解封的 现场情况先看到这里 现在先交给新闻部 谢谢君药 我们进去看看 占沙咀中间道发生四级火 附近交通受到影响 车需要改造 由占沙咀尼敦道往红杭或者旺角的车 需要妖道而行 运术厨宣布受到火警影响 中间道介乎尼敦道和梭士巴黎道之间 全线封闭 尼敦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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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介乎佐敦道和梭士巴黎道之间 亦都全线封闭 旧巴黎道经那区的巴士路线 会改造行驶 班次或者因而有所言 另外港铁尖沙咀站部分出入口贴出告示 因为发生火警需要暂时关闭 又在汽火地盘附近上班的市民说 需要改变上班的交通工具 平时搭巴士 今天巴士封了就搭地铁 都要上班的 他说看他怎样 跟着才跟他的指示做 很平静的 等 转发生火车的 本来在那边有出口的 不过它封了所以就在地底穿过 在I Square那里出回来 兜远了多少 我认为5分钟、10分钟 走快点就可以 尖沙咀中间的四级房 在早上大约8点中受到控制 8点30分大致被救息 气火地盘顶层的火势 7点多那阵还未熄灭 外场评价和安全网已经烧毁 中层和低层的火势救息 外场一个吊船被烧到遥遥欲罪 火光在对岸的港岛仍然可以清楚见到 火势在上午7点31分受到包围 在上午8点08分受到控制 并在上午8点30分大致被救息 消防员曾经动用两条喉 和三队衣服队灌构 暂时未有消息说有人受伤 转看下 深港全面通关 各口岸正是准备升级改造 其中皇冠口岸在重建之后 将会实施一地两检 可以折省四分一的过关时间 搭配玻璃幕长窗 步有时代感的新皇冠口岸大楼 即将落成 新的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 省了两次下车两次查验的时间 过关游原来大约要20分钟 大幅缩减至5分钟 未来的话皇冠从建以后将引入 我们港方的北环线支线 我们深港双方政府目前正在紧密沟通之中 然后深方这边也会引入新的 一个沉寂轨道和地铁轨道 包括我们深方的税管生沉寂 就是可以和皇冠直接到达我们的前海 再到达广州 这样一个税管生沉寂 同时还要引入我们的深圳地铁的20号线 以及未来有可能引入了中州沉寂 这样可以在我们皇冠就形成一个 由皇冠为枢纽为中心 一个深港双方的轨道都接入的一个局面 深圳口岸办说工程进度符合预期 联建大楼基坑开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夜 重建之后将会为河套区释出土地作发展用途 主要是用作我们深方的深港科技创新河多区 深方园区的一个建设 就是我们新皇口岸 我们建设就可以释放我们原来货检区 和原来老皇固旅建区的一部分土地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份土地 用来我们深方科技园区的建设 与港方一起配合发展 去年深港成立了19个专班 当中深港口岸规划建设专班 由深圳口岸办和香港保安局对接 共同研究各个口岸改造方案 除了皇冠口岸 来湖口岸重建 专为深港科技园而设的福伦小口岸建设工程 也正是开展前期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黄山报道 预计两年之后 运作的石古州垃圾焚化炉 第一座基组经水路底港 由于体积巨大 但是拖上岸都随时三日 垃圾焚化炉 起在石古州对出一个人工岛上 体积庞大 离远在海上都望得到 首个窩路燃烧基组 两个星期前 由珠海经水路 运到人工岛 不过要将重6000吨的基组 拖上岸就分了三日处理 原因是要等待等船 和人工岛接收的位置 处于同一水平 当中潮水涨退成为关键 船停在岸上扎船 即是把船拍定的时候 是用了五个小时 等船的平衡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 用回压水仓 即是要实时地 一直看着潮值的变化 去处理运送 尤其是上岸那一刻 船踏足去岸上 整个垃圾焚化炉 有六个窩路燃烧基组 和六个烟气洁减系统 用组装合成法兴建 两年后落成 环保署说目标 每日处理3000公吨废物 有别于90年代的焚化炉 新一代可以转废为能 每年输出4亿8千万度电 90万互用 并减少排放约44万公吨温室气体 这个焚化设施 就是要肯定一个叫做 完全焚化 令到它在850度里面 最少停留两秒 令到它完全焚化 就不会产生二恶因 这些处理全部都可以达到 我们相关的要求 下一个窩路燃烧基组 会在3月运到 目标所有组件 会在今年第三季左右 完成运输 无线电视记者 叶子华报导 美国政府发表全国 网络安全策略文件 要求加强保护重要部门 并强调要用举国之力 放回网络攻击 文件长35页 展示未来几年 当局应对国防 和网络罪行等方面的策略 并强调私营单位 要为网络安全负责 又说有关策略 为多个政府部门 私营工业 学校医院和其他重要基建 抗衡日益严重的安全威胁连下基础 白公说 鉴于数码服务越来越重要 而恶意网络活动 由刑事滋扰 扩大到国家安全威胁 攻击者更加涉及犯罪集团 甚至国家 有必要更新相关策略 有科技资讯公司也发表报告 说2019年至2022年期间 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增加接近一倍 数据破坏和金融导师占更大比例 涉及俄、中、北韩和伊朗支持的黑核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闭幕 由于是乌克兰问题出现难以调解的分歧 继上星期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之后 再一次没有联合声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期间 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短暂交谈 顿纵俄方结束侵略战争 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 礼拜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 与会代表在开会前 为土耳其和敘利亚大地震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外长秦刚在会上说 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商量你办 不能够搞强权政治 甚至乎是阵营对抗 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欧断练 主席国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会后举行记者会 说会议讨论多边主义、粮食和能源安全、气候等议题 但在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这次继续上星期六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裁长 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 再一次因为乌克兰问题未有联合声明 只能够以主席总结和成果文件代题 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会议期间在场边短暂交谈 在自俄乌战事去年2月爆发以来两人首次接触 I told the foreign minister what I and so many others said last week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at so many G20 foreign minister said today End this war of aggression Engage in meaningful diplomacy That can produce a just and durable peace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向俄身写话 是布林肯先开始谈话 而且过程短暂 强调拉夫罗夫是站在那儿和布林肯说话 并未举行谈判或者是真正的会议 无线电视记者黄永奇不得 英国201亲人曼切斯特恐习 都知22人死亡的调查报告出路 或情报机关错失制止恐习的事件 I have found a significant missed opportunity to take action that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attack There was a realistic possibility that actionable intelligence could have been obtained which might have led to action preventing the attack 报告说军程五处 未能够将两项军件情报交给反恐部门 而相关部门未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关城五处处长麦卡勒姆 对关城五处未能够阻止恐习 深感抱怯 强调收集情报有困难 如果可以切法掌握这些渺茫的机会 那些受影响的人可能就不会经历 这么可怕的损失和伤痛 2017年5月22日 一个在利比亚出生 之后跟父母移民英国的男人 在曼切斯特体育馆引包自制炸弹 造成22人死亡 超过200人受伤 那个男人在孔杂中死亡 他的弟弟因为提供协助 2020年被判监55年 来到中华略映时间 有位海外做护士多年的女人 回国转行做陪陈师 这个行业是做些什么的呢 一起看一下 我叫安吉 是一名职业的陪陈师 大学毕业之后 我在德国的慕尼黑医院 当了八年的护士 在那边工作 主要是执行医嘱 输液 配药之类的 终于探索新事物的安吉 去年7月辞职回到北京创业 做陪陈师 主要是帮老人家挂号 和陪伴看病 代取药品和报告等 半年以来带过大约200个病人 其中癌症患者超过50个 来找我陪诊的患者 外地的偏多 他们大老远跑过来 最大的诉求就是 能少折腾 尽快找到合适的医院 合适的医生 北京的医院医生太多了 要记住谁擅长看什么病 还要持续关注出诊的排班时间 刚开始我感觉很吃力 后来大概有两个月 我分类做笔记 专门去记 每天在路上也会反复看 慢慢的再做分诊工作 就从容多了 安吉也在网上发短片记录工作 有行动不变的人 在网上找到他 寄来病历 他就拿着去找医生 为患者远程待诊 有专家说随着老龄化社会来临 陪诊师有一定的需求 但他们当数是单打独斗 陪诊服务流程未形成体系 价格没有同一标准 涉及的风险责任也不明确 陪诊师记者陌诗文报道 湖北有祖孙三代接力 守护村里面金丝南临超过80年 为什么呢?一起看一下 湖北来逢沿白福斯镇社米湖村 野生南树品种多 数量大 以金丝南木为主 南、张、子、囚并称四大名木 而南木就居首 古代广泛用来制作宫廷家具 村民陈代传的爷爷 是村里面第一代护林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 爷爷过了身之后由爸爸接班 为了阻止村民垢木取暖 以及不法分子垢木谋利 爸爸在山上建木屋全天后护林 2016年爸爸过身由他接班 我真的想到三年被帮我交代 我现在人或者人都不能碰 我都要把爸爸保护好 我接手了以后 我就家家户户 都接班他们做工作 五点钟就要起床 起床以后 洗两刷牙 到那个门门 到处走一圈 到下午三点多钟 我又有去转了一圈 巡山途中有时候遇到毒蛇 野猪 当地林业站同他买保险 2018年开始 陈代传正式受聘做护林员 每年有四千元人民币补助 我三年已经到退休年了 晚了六十六岁了 下午十六岁了 要把这片灵灌关起来 对于这个生活 要生气的感情 当过他存在这一天 都必须要帮他保护下去 这条村的南林已经达一百畝 成材南树六千多棵 南木育苗一万多株 无线电视记者凤卿会报导 根林长春有中学生用圆珠笔一比一 绘制清明上河图 他们画成怎样呢 一起看看 这幅清明上河图 长五百二十八点七厘米 阔二十四点八厘米 与原作尺寸相同 是长春第一五零中学十五名学生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 美术教师去年年底成立画社 带领学生尝试创作 试验了很多绘画工具 最终选定用圆珠笔在宣纸上作画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 章杂端的全世精品 线条密集 细节众多 期间要绘制大量人物 船只 树木 和房屋 桥梁 城楼等等的建筑 考验专注力和耐性 十五名学生在课余分组创作 终于完成和全世明画跨时空的交流 在画画的过程中 我仿佛就置身在了古代的街道上 拉近了我与古人的距离 也坚定了我对传承 传统文化的一个信念 没有这么仔细地去观摩过它里面的内容 觉得古人留下给我们的这个文化 实在是太宝贵了 他说会带领学生继续寻求创新和突破 无线迪斯记者陈慧山报道 这次中华略映星讲到这里 今天早晨 欢迎收看开始第一集 先跟大家跟进外围方面 美联储有官员认为 最快夏天可以暂停再加息 但如果通胀仍然高期 支持延长加息周期 加息至更高的水平 此场预计联储局将会在大力收紧货币政策的优虑降温 微股标指和纳指先跌后反弹 导致方便连升第二天 指港管一边 自长观望 今个星期的周末 全国两会召开 恒指今早早可以高开到273点 最新升288点 报20716点 成交由36亿多 恒指期货3月升273点 4月份升280点 成交由8300多张 滑地港股 腾讯升超过2% 阿里巴巴升1.7% 友邦升1.6% 京东集团升埃近4% ASM太平洋升1.1% 中银香港没有升跌 现价26.9% 华人置地升1% 美团升2% 银河娱乐校稳升2.5元 报53.05元 港交所升1.7% 报342.2 恒新科的指数升100点 报4226点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澳门博彩股 永利澳门透露 今年头两个月的业绩明显改善 EBITDA介乎9400至9800万美金 按年都升到大概20倍 公司也计划发行6亿美金可换股债券 一众的赌股上一日受压 今天来说大致向上 永利澳门跌幅压近3% 报7.84元 新豪国际升1.7% 澳博控股升2% 美股煤中国升1.8元 金沙中国升超过2% 焦点股份 看着俄女的大股东担心 俄罗斯政府财政明年就会耗选 耗尽 看到最新股价就没有升跌 报在4元的整数位置 至于看金山丸检和小米等等的合作 成立规模达到100亿人民币的基金 投资科技行业 最新小米升幅1% 外部12.72元 金山丸检升1% 报在28.05元 至于加利国际分拆内地房地产的业务 加创地产 以介绍形式在香港上市 每次有4股获牌加创1股 最新股价升幅4% 外部1.46元 至于万货 上一天就宣布折让6% 公股集资39亿之后 股价受压 今天来说反弹1% 外部13.36元 BillyBilly上一季的亏损收窄 营业收入少过预期 但整年的亏损扩大到75亿人民币 BillyBilly股价9%过来的进涨 报在167.2元 另外据报复星文化旅游 计划出售英国网上旅游平台 Thomas Code 股价最新靠找 报在10元3毫 而联赏被主席楊远庆 连续沽货套现有1亿8千多万 好仓降到8.8% 联赏最新股价偏远到7元1毫7 而华一高速牌特别赏 股价无升跌 看捷御 去年的纯利倒退4成1 派息有2.19先 股份同样无升跌 至于九龙建业方面 去年纯利倒退最多四成半 股价无动动 而保利置业预料去年的纯利跌六成 股份有半成过来的沽压 报在1.99元 而鳄鱼蜀预告 中期转涉8千万 股份无升跌 看捷袁武云 预计去年转涉最多有1400万人民币 最新股价无动动 看支付产业信托 去年可分派的收益跌超过一成 目期设有21.1先 股份靠稳升一先 报在六温八毫三 其他股份 看来就是中国铁塔 预计今年 塔内的业务收入轻微下降 资本开支增加到320亿人民币 股份无升跌 报在九毫子的位置 至于以密通预计 去年的盈利大幅增长 股份升幅有8%以外 报在十一个三毫四 至于景信控股 上一个月的销售额 按年要跌两成二 股份无升跌 报在五毫九指 至于油股 要看油价了 原油期货价格年升第三日 是三个星期以来最好的表现 受惠在市场对内地经济复苏的前景乐观 中海油方面升到一毫子 报在十一个四毫四 中石油升三先 报四元一毫八 这次开始第一击报导员再会 朱子 特赳 特赳 Yun 篱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少人要疏散 起火的地盘附近酒店林立 有旅客说担心所住的地方受到波及 所以才疏散到户外 我们看到这么危险 怕旁边都会弄到爆炸的gas 所以最好先下来 听到砰砰的声音快点下来 是怕有gas explosion 在那个看书的时候 看到有那个虎花飘过来 而且底下声音非常大 然后有点被吓到了 我们把电脑都带着了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把所有那个证监和电脑先带着 然后我还没有换换好衣服就下来了 因为怕是楼顶 我在的时候我从那边走过来 然后看到好多警车 之前没有风的时候就没这么严重 现在有那风一吹 怕它把周围几动都全部烧起来 觉得它一会儿可能会倒塌 尖沙咀凌晨吹东风 不少烟雾随风飘散到汉口道 和九龙公园径一带 夹杂着不少的灰准 在街上逗留 对眼都会觉得不舒服 火光在对岸的港岛都可以清楚见到 消防是在夜晚11点11分接步 说海员驱乐部重建地盘起火 二十几分钟之后将火升为三级 到1点46分再升为四级 消防呼吁市民如果受到 徐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 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 母仙烈士记者扎卫文博道 去到消早7点多 起火地盘顶层火势仍然未够息 外场棚架和安全网已经撕毁 中层和低层的火势构式 外场有吊船遥遥欲罪 火光在对岸的港岛仍然可以清楚见到 影视防员曾经动用两条猴和三队衣舞队灌构 火势在早上7点31分受到包围 在8点08分受到控制 并在8点半大致被构式 受火警影响 由尖沙咀尼敦道往红堪或旺角的车 需要兜路走 运输传说中间到介乎尼敦道 和梭市巴里道之间全线封闭 尼敦道尖沙咀方向 介乎左敦道和梭市巴里道之间全线封闭 九巴途经国区的巴士路线改动行鞋 班次可能因而有所异悟 另外港铁尖沙咀站部分的出入口贴出告示 因为发生火警需要暂时关闭 又在起火地盘附近上班的市民说 需要改变上班的交通工具 平时搭巴士 今天巴士封了便搭地铁 都要上班的 他说看他怎样 跟着他的指示做 很平静的等 就是这样 坐火车的 本来在那边有出口 不过它封了西 就在地底穿过 在I Square那边出回来 走远了多少 大概五分钟、十分钟 走快点就可以 大布隆美穿瑞斯案 警方抓了个男人 涉嫌收取几十万 协助疑犯逃离香港 消息说他是蔡天坡前夫蔡邝港志的朋友 至于在打鼓岭堆田区的三日搜索结束 没有发现死者的残肢 警方重新掌握有力证据 会继续追查 涉嫌协助罪犯的41岁男人 昨晚由警方压戒 回到青衣长安专住所调查 他任职租任游艇公司 昨天下午在上环被捕 怀疑曾协助疑犯潜逃离开香港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在案发后曾经 尝试收取一笔金钱 去协助其中一名被告 经水路离开香港 我们相信他有试图 收取一笔 几十万的筹额 筹颅 但最终是不成事的 上星期六死者前夫在东冲 企图搭快艇潜逃 被埋伏的警员拘捕 警方自星期二开始 在打鼓岭东北堆田区 搜索死者蔡天坊的残肢 因为兇徒怀疑曾经 将几袋垃圾 包括死者的残肢等等 棄置在龙尾村村口的垃圾桶 虽然锁定了一个足球场大小范围 并搜索了五米深 但仍然未找回 蔡天坊的双手和驱贯 警方决定结束堆田区三日搜索 重新已经掌握有力证据 和大量线索 会继续追查 很可惜现在结束了 今次我们找不到 那些我们想找的东西 但是你要明白 那里是一个 刚才我说的尺寸都是颇大 而且经过我们和环保处的计算 其实那里有 差不多4千吨的垃圾 三千多四千吨垃圾 我们要在里面找回 两个或三个的垃圾袋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 我都知道这个是有点大口闹针 但是我想尝试 好像我之前所说 我不想放弃任何一个线索 我们要继续努力搜索 我知道每一个知情 和曾经在案发前 或者案发后 帮过这班兇徒的人 成之于佛 28岁的蔡天坊 上个星期五被发现 被人杀害和支解 警方多次到大埔龙美邨 一个单位调查 之后找回他的头 事件中死者前夫 前夫哥哥和爸爸被控谋杀 前夫的妈妈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罪 而前老爷的情婦 也涉嫌窩床罪犯被捕 无线电视记者在李卓谦报道 财政预算案 扩阔重架印花碎碎街 减少首置人士的税项支出 有地产代理说 近期预约体楼的人数有明显上升 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提到会调整买卖 或者转让住宅和非住宅物业 需要缴付的重架印花碎碎街 200万至108万物业的税款会减少 而100元最低征税的楼价上限 更加由原本的200万元或者以下 调升去到不超过300万元 有东冲区地产代理说 近期市场上的看楼量和买卖成交 都有明显上升 财政预算案之前 大概一个单位就一至两组客 预算案推出之后 每个单位大概多了三至四组客 有房产顾问公司就认为 调整重架印花碎碎街 最影响价格由300万至1000万元 中小型住宅单位的买卖成交 一些税务是其中一个楼价的因素 但是影响楼价的因素 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对买家 考虑的一些因素 包括经济状况 股票市场状况 就业市场状况等等 所以整体来说 今次这个税街的调整 虽然是会向好 但是未必会即时刺激整体市场 他又认为楼市成交量和楼价 在去年出现调整 现在正正是合适的时机 被政府考虑去逐步放宽 甚至撤销辣椒 无线电视记者林卓梁报导 美国政府发表全国网络安全策略文件 要求加强保护重要部门 并强调要用举国之力防范网络攻击 文件长35页 指示未来几年 当局应对国防和网络罪行等方面的策略 并强调私营单位要为网络安全负责 又说有关策略为多个政府部门 私营工业、学校、医院和其他重要基建 抗衡逆严重的安全威胁垫下基础 白空说 鉴于数码服务越来越重要 而恶意网络活动由刑事滋扰 扩大至国家安全威胁 攻击者更加涉及犯罪集团甚至国家 又必要更新相关策略 有科技资讯公司也发表报告 说19到2022年期间 莫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增加近一倍 数据破坏和金融到涉占更大比数 涉及是俄、中、北韩和伊朗支持的客户 希腊北部火车营头相撞意外 增至最少57人死亡 还有48人留意、10人失踪 随着救援黄金72小时直到来过去 消防说搜救将会逐步停止 被控誤杀等罪的火车站站长提堂 由原先否认犯错 改为承认部分责任 政府发言人承认铁路系统改革失败 承诺会撤查出事原因 希腊小镇坦配两列火车营头相撞的现场 搜救工作日以计夜进行 消防表示预料星期五会逐步停止搜救 而星期四的搜救工作 集中在被第一节车压住的餐卡 结果发现更多屍体 令死亡人数增加 消防及救援人员坦然 第一节车压在火车箱撞后着火焚烧 温度高达涉事1300度 任何人都难以存活及识别身份 死者家属已陆续提供基因样本 希望认回自亲 是快星期二深夜 载住超过350人的客运火车 和货运火车在同一路轨上行驶 更加营头相撞造成多人死伤 59岁的火车站站长 涉嫌没有及时为两列火车转换轨道 疏忽职守被捕 星期四提堂 相信是押送他的警车 驶入法院的停车场 他被控多项误杀和疏忽 导致严重身体伤害等罪名 他原先否认任何指控 将事故归咎技术故障 但之后他的辩方律师说 他在事发时只是执行部分程序 承认应应该要更加謹慎 要为应该承担的责任负责 不过外界应该只是聚焦于个别问题 而忽略问题背后的状况 当地传媒说 被告在事发前大约一个月 才出任拉里萨火车站站长 曾经受份大欠缺经验 出事原因有待查明之制 有铁路工人组织星期四快去罢工 暂停雅典车站以至全国火车服务 当局没有充分投放资源 将铁路系统现代化、构成危险 有报道说 希腊推行火车服务现代化计划多年 但不少关键的铁路控制工作 仍然要由人手操作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美国马里兰州由巴士冲进珠宝店 三个人受伤 接时巴士全驾冲进珠宝店 由拖车而来 警方说星期四早上 巴士在贵顿驱行驶时 和一架车厢撞后撞进珠宝店 美国传媒报道 巴士闪避汽车时失事 当时店内无人 事故中有三个人受伤 包括巴士司机 全部送远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中公布 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 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五年 马会行政总裁英家柏昨日向员工发信 说反对增加现在已经高达50%的足球博彩税率 并承诺马会不会因为有关额外征税而裁员 和会维持每年批出不少过45亿港元的行上捐款 但需要动用储备 文汇波波道 兴建中的启德医院预计在2025年 落成和投入服务之后 现在伊丽莎白医院的服务将会迁往启德医院 不过特区政府至今仍未交代伊丽莎白医院原子到时如何安排 九龙西居民普遍认为区内医疗服务将会进一步受压 有立法会议员指出九龙中九龙西过去九年长者人口增长三成以上 九龙中九龙西医院联网病床增幅就不够一成 医疗资源不足 九龙中到现在更是没有一间急症医院 建议未来在伊丽莎白医院原子保留 一座有急症服务的全科医院 和尽快在九龙中建立一所全新的全科急症医院 稍后有其他消息 -就留下了-那儿- 停歇 - 期待在这儿- 期待 - 期待 - 期待 -期待 感谢观看